大家好,我們又輪到這個秋凱和民國市地庫立賢的合作計劃 今次就講了一些很警勢的話題 我們以前講的所謂民國時代或者民國的大陸時代 大家感覺上都好像很遙遠 但是現在香港去到這樣的地步 就會發覺很多故事都是歷久上身的 今次我們就會更加講一些愛國話題 就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如果在香港讀書是沒理由不懂的 就是叫做延安整風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教科書有沒有提及 你什麼時候聽過這個題目?有沒有印象? 第一次聽是什麼時候? 我比較特別,我從小學開始聽過這個題目 你哪間小學? 最主要是因為家人有說起這件事 但是Simon你說歷久上身這個話題是真的 前陣子當你說想錄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好 勒意就是希望香港人了解多些 黨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歷史 更加好為這個黨的前途服務 我特意去了這個共產黨的網站看 發現他們也很歷久上身的 最後一次發表文章的記錄 是這個2022年的黨建第三期有出過文章 也不是很久之前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 是因為我對一個中共的人物叫康生 是很有興趣去研究的 曾經我寫過很多文章 關於一位叫做中共第一才子 一方面他是很Talented 另一方面是非常邪惡、非常殘忍 而這兩面是互為表類的 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一個他的劫作 待會我們一定會看到他 我們先說整個背景來龍去脈 什麼叫做整風 首先要整肅風氣 當然風氣 套用前特首的說話 叫做不健康的 有些不太健康的歪風 吹吹吹 光榮偉大正確的黨 不能夠容忍這股不健康的存在 所以當然要一掃而空 導致整個的發展思想 但這是什麼風呢? 隨著時代的不同 是可以有不同的詮釋的 為什麼要整風呢? 就要回到中共其中一個 根本的指導思想 就是矛盾論 現在現任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就很喜歡鬥爭 其實整套思維都是那樣東西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大的矛盾也好 你都要找些東西出來鬥 不然你就沒有了對手 沒有了目標 你就會找不到那個存在價值 在當時共產黨是在野的時候 大家會預測你在野是否應該齊心一些 是否應該對人好一些 你先拿到政權之後才發瘋 但不是的 他們本身是在奪權階段 其實鬥自己人 還是比鬥對手更狠 這就是整個黨的思維 就是鬥爭思維 不鬥血統不純正 你一定要鬥才會 這個叫做不斷革命論 革別人的命之前才要革自己的命 不純正了 你才可以作為一個先鋒黨的角色 掃除革命道路上一切的障礙 我們以前在這些歷史故事 經常都會不明白 你鬥得這麼殘忍 你怎可能還能吸引新的人加入 對自己人都這麼狠 那你怎樣可以作為統戰呢 其實這兩件事也是互為表例的 一方面鬥爭很殘酷很狠 但另一方面做統戰的那班 也是高手 譬如說恩來那些 對左中右都塌塌陷 這也是兩面性質 所謂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 都是三大法寶之一 不過我們講了這麼多背景 也要講實體 什麼叫做延安整風 其實背景是什麼呢 背景就是 如果根據共產黨新聞網 關於黨建那篇文章的背景 我們先來看看 黨是怎樣描述他們光明 偉大正確的歷史 他說1942年 延安開始整風運動 在全黨範圍內 展開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運動 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人格力量 加強黨的建設 的成功實踐 以及偉大創舉 創舉一定要偉大 實踐一定要成功 對於全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可以了 我也不想讀下去了 要翻譯 以後香港朋友讀書是需要翻譯 你翻譯 尋針式學習之下 應該也不用翻譯 其實意思就是說 要統一思想 要武裝頭腦 肯定需要先鬥爭一下自己平時 處於養尊處優的狀態 可能在延安的搖動 慢慢開跳舞會 跳得太開心 大家的思想也出現了一些腐化 所以當時是抗日戰爭的中期 國共之間 中央政府與延安邊區之間的矛盾 亦是人益激化出來的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遠南新四軍事變 亦是其中一個激發了延安整風的矛盾點 這一部分可以容後再詳述 但最主要大家只要抓住一個重點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共產黨新聞網 裡面的這麼光榮的描述 其實歸根究底就是毛澤東 怎樣去把人的思想統一起來 統一在哪個周圍 統一在他的周圍 在當時的背景就是第二次國共合作 表面上就是合作 當然中共也承認這個方法 你也是謀求人發展的 但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是有很多新的挑戰 一方面你不知道長將大多久 不知道長將能否贏得到 又不知道國際援助是否來到 又不知道自己的黨員有多堅定 有多少人會真的走到國民黨那邊 同時就假棄真做 又不知道 有很多不確定的 所以在革命大本營 根據他們裡面就會搞這個整風 但你看到在那些叫白區的地下黨 就在做另一件事 最近我在自己的Patreon也有分享 當時周恩來有另外一套指示 白區的人麻煩你勤學勤業勤交友 就全部做好人 但是在延安就有兩個版本 周恩來的指示其實都有一體兩面 他跟那些白區的指示 我可能要先說什麼白區、紅區 不是日本新年的行法比賽 我們現在不是在白區 我們在白區嗎? 這是第一空降場 先說回白區的意思 即是未受制於中共直接統治的區域 當然就是中央政府統治的區域 可想而知當年的中華民國 是多麼脆弱 國家多麼不安全 所以大家都明白 今時今日的23條 是多麼有立法的必要性 回到來 為什麼周恩來的指示 其實都是一體兩面 他主要想說的是真正潛伏 大家都不知道他真正身份的地下黨員 大家要廣結朋友 要搞好社交圈子 搞好中共的形象 但實質上 其中一個原因 根據一些中共黨史專家 例如郭華倫 後來是台灣教授 這個中共黨史 他是其中一個專家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 以前中共的領導人物 他說 其實當時 中共的號令 可能基於很多種原因 包括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守 又或者是一些技術上的原因 大家地方都有時候便宜行事 又或者是一個黨中央在延安發出的指令 地方便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 就加加減減 俗稱為陽奉陰違 所以當時為了要統一整個抗日軍政 中共是將大量駐外幹部 無論是否百區都調回延安 接受這個再教育 當然這個再教育 不是新疆那種再教育 大家自行議會 所以為何呢 這也是自從抗日戰爭結束之後 中共的指揮系統 可以這麼高度集中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原因 一般的歷史學家 無論是中共官方的黨史學者 還是西方的批判性反共學者 評論這段歷史通常都有非常不同的觀點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 就是對毛澤東來說 這就是他個人崇拜其中一個轉捏點 之後就沒有人敢說不 究竟整個整風運動 他做了什麼 令到人們從此有了一條很清晰的紅線 知道了什麼是不能做的 但又不會寫出來的 他做了什麼 令到自己權威去到一個燈風燥極的狀態 其實過程是怎樣 首先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沒有比較就不知道別人成功之處 整件事的原因其實要追溯到 中共第一次建立所謂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即是當時在江西的革命聖地 銳金 那時候曾經爆發大大小小的 已經有大小小的整風運動 但當時就不叫整風 叫整肅 因為那種的整肅是真的要命的 譬如說AB團事變 AB團很簡單講一講 其實就是當時蔣忠正要求江西黨部 國民黨的江西黨部 成立一個叫AB團 去和共產黨鬥爭去搶奪 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主導權 後來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內部 用這件事發揮 指控很多他們當中的所謂中貞黨員 中共的中貞黨員都是AB團 然後基本上經過一個很簡單的審訊 槍斃了 而且當時毛澤東甚至利用這件事 在很短時間內殺了很多人 這個歷史上叫做富前事變 當然引起很多天路人怨 到後來毛澤東自己作為蘇惠埃共和國的主席 亦被人架空了權力 但是當去到延安之後 因為延安本身不是毛澤東的根據地 所以一開始毛澤東做的只能是安撫不同的勢力 擺平不同的勢力 然後等到自己拿著軍權的位置坐得穩 因為當時所謂主席的位置是張文天坐的 但是後來當所謂站穩陣腳之後 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據地 共產黨要有自己的根據地 但是毛澤東要在共產黨面也要有自己的根據地 正如他所說 人就要有屁股 革命要有根據地 革命有根據地 就像人有屁股坐得穩 所以他開始不斷拉攏一些人 然後去批鬥另一派 但是這個鬥倒的過程中 他又知道根據以前的經驗 他不能全部殺光 因為全部殺光就是天路人怨 所以他們於是說一件事 我不是今次思想改造 不是要在肉體上消滅你 所以當有知識分子被批鬥得很慘 那時候毛澤東跳出來就說 這位同志的思想已經接受了改造 他已經知道錯了 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叫救人治病 就是這樣出來 就是我不是要消滅你 而是思想上改造你 令到你整個人深月成福 所以為何叫整風 那樣的事情 我們看回歷史圖片 也很誇張 那些批鬥大會 就是掛了一些標誌 寫著什麼 搶救失足者 就是治病救人 他講得很偉大 現在你就行差立錯了 但是不要緊 黨是會照顧你的 但是會救你出來 那就是怎樣救你一件事 於是整個氣氛就是 大家要讓人過關 但是我們稍微抽離一點點 我們先不要想那個 是不是叫毛澤東 是不是有個人的勢力 其實對共產黨 這種意識形態來說 鬥爭是必須的 因為你如果日常生活 沒有了矛盾的話 即是如果是和諧的 那你沒有了存在的價值 是不懂得怎樣去再走下去的 任何事情在這個黨的思維 都是一分為二 這次你一顆蘋果沒有小力感 那好吃啦不好吃啦 分兩派 其中一派就會批鬥 但是又不會永遠都是這樣 那你下一回合就是 你橙有沒有吃呢 那你上次那些站錯隊的人 又給你機會 即是他們就是這樣 不斷周而復始的鬥爭 所以去到延安整風 就是一個高峰 回不了頭 之後大家就知道 以後就是要這樣玩 歸根究底 其實李鴻忠 那時候有一個天津書記 他講了一句說話很對 只要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一樣 所謂選邊站的一個最精髓的演繹 其實當時毛澤東 最初在中共早期 其實不是絕對的領袖 特別有一堆蘇聯回來的那班 本來是劃事 而他用了很多鬥爭的方式 就是把親蘇派架空 所以才強調那個所謂本土特色 農民等等 但是其實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都是有少許事有孔明的 當時他搞整風運動 其實他有什麼憑直呢 他怎樣有什麼必殺技 令到人要聽他說 以及害怕 人的恐懼是源自於哪裡 其實這樣的最主要第一件事 就是有歷史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 當時在江西 有什麼血腥的事都做得出 這件事是第一個令人會害怕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又這樣想 當他去了延安的時候 其實沒有根本很強 因為延安根據地 金閃寧這個邊區根據地 不是老毛自己打出來的 是一個叫劉志丹的人搞出來的 當時所謂整個的中共黨中央 舉行25,000里的揣途也好 所謂的長征也好 其實變成一個叫中央投靠地方 這樣的一個局勢局面 理論上來說 是不應該說害怕的 但是我覺得是跟當時的國際局勢 也要做回相呼應 因為當時共產國際 在30年代搞這個 所謂的國際共產大革命的時候 對於一個地方的共產黨 即是每一國的共產黨 其實打算是如是被指的情況 但問題是對於很多國家來說 蘇聯的經驗適用 不代表在其他國家適用 例如在中國 搞工人階級革命 當時沒有多少工人 反而是農民一大堆 所以後來在中共七大 有些宣言說 其實共產國際革命 都是要結合當地國家的實質情況 然後做一些調整 毛澤東就抓住這一點 馬上推出了一件事 叫做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革命 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鄧小平一件事 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其實就是在抄襲毛澤東 所以中共到現在 都未走出當年共產國際七大的影子 而毛澤東就抓住這件事 就說中國的共產革命 其實都是要復聯於中國本土的形勢 然後順帶將黃明、張文天等國際派 變成你們事事都是莫斯科的陰差大臣 即生搬硬套的原教旨主義 於是就用這個方向去鬥 當然他也有一個支持者去幫他做這件事 其中一個就是康生 另一個就是跟香港也有淵源的鄧法 康生的個案是很有趣的 他本身也是一個當時跟蘇聯共產國際 和整個蘇共關係非常密切的一個人 他的黨靈很深 他也認識俄文 本來他跟黃明、博古那些親蘇派 是同一陣線的 但在延安整風他就投靠了毛澤東一邊 從此又平暴清雲 這一類的背景就是某個程度上 你會看到所謂的國際派都不是團結 而且裏面又非常複雜 而毛澤東又利用了裏面那種裂行 去做他自己的鬥爭 因為有江青同志 這也是惹事 康生和江青的特殊關係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跟隨年齡 不是絕對不可能 康生和江青的確是 就不是... 但他們是雙熟 江青一輩子都很尊重康生 但是否有男女關係 沒有這樣的記載 剛剛說到康生 另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人名 但我剛剛有提起 鄧法 鄧法本身也是江西出身的老幹部 基本上黨靈可以拍得住康生 他跟香港有很多好心的淵源 他曾經做過香港市委書記 這不是對於梁特首的雅青 而是當時黨籍的名字 就是中共香港市委書記 後來就成為了所謂的 中共保衛局局長 但因為他曾經在江西 都已經滿手鮮血 去到延安的時候曾經想打鬥劉志丹 所以後來劉志丹 基於他的地方實力 就在毛澤東庭告一狀 成功將鄧法調離職位 但偏偏 調了他去黨校任職 黨校偏偏就是掌管黨的宣傳機器 即是幫黨員洗腦 所以導致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時候 刻刻他就是第一個跳出來呼應的人 不過他也是不夠狠的 所以後來毛澤東也要身次掛稅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背景 我也是有一個問題 始終我想來想去都不太明白 你被人鬥那群人不是沒有實力的 當時你說毛澤東的對手 不是好像文革的時候要這麼一言堂 其實是有力一搏的 那群人為何全部都是這麼順滩 好像完全無得掙扎 慢慢等著被人披鬥 這一部分是很奇怪 是一個心理學的現象 亦都和歷史有一些關係 因為其實當時延安根據地誕生之後 其實不斷就開始收編來自四方八面的 無論是中共游擊隊也好 所謂中共的方面軍 紅軍方面軍也好 那時候基本上是處於相當混亂的局面 劉志丹當然自認為自己是 中共是建基於軍政上 而他又是言文根據地的建立者 所以理應成為中共再造之恩 但是偏偏來得的又有槍有炮 每個人都很想學宋綱 奪取梁山博政權的風格 所以當時在毛澤東未到延安之前 其實已經處於相當混亂的狀態 當時中共中央派了一批人 去主導西北局政局 但是那批人來到當然是把一切都調到非常早 然後又鬥倒了那些原本各地來投靠的槍桿子 所以大家反而會覺得 與其鬥倒是會死人的 反而延安整風是思想改造你的 你可以不用死的 反而就變成了 是死了一萬人 但是你說一萬人 對於當時江西根據地殺AB團的角度來說 已經很大很仁慈 所以大家有些記載說 當大家看到毛澤東出來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 黨錯怪了你 那一下 不斷鬥倒你的時候 你的心是會不服的 但是當不斷鬥倒你的時候 突然跟你說我一點是說錯了你 他就會突然覺得原來黨是懂得反省的 於是立即將心防擊潰了 然後就心悅誠復地向黨中央輸成 不過你說一萬人的數字 確實是好像在思考 因為同期蘇聯斯多倫那些整肅 也是非常變態的 他亦都是把所有的元老 出名的基本上全部都清洗了 如果不是要打仗的話 應該全部都沒得清 相對於蘇聯的做法 可能是延安整風死一萬人 真的非常人潮 可能真的要這樣看 但最搞笑的是 史大林曾經批評過毛澤東 在庫田事變中手段兇殘 用這些字形容他很搞笑 我覺得 根據死人 蘇聯的大整肅是非常恐怖的 當然收於文革中共的大整肅也是非常恐怖 但用延安整風這個層次 治病救人 其實說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覺得很可憐 但如果那些人沒有死 而可以被改造 對中共來說 這就是他的成就 於是死人 就覺得不夠多 因為那些人可以改造 這就是之後那些什麼反右 文革全部都是跟這個套路 我就是要拯救你 我要改造你 我改造你的思想 令到你以後不敢亂說話 讓你消滅你的肉體更加有效 這就是毛澤東他很自豪的自己的心法 當然 因為那時候延安其實沒有多少人 比江西更慘 所以你再殺下去是不可以的 而且有很多真的說 在外地被召回延安 進行教育改造的幹部 如果殺得興起 一群人有幾個走漏了 回去他們各自的根據地 揭桿而起 對於所謂革命大業是不好的 所以他整個方法就是 搶救失足者 治病救人 他其實是要把那些人 純服之後 繼續用來 就是當作工具靈體 律師 這一點也是 現在我們可以參考 有很多人本來很有靈覺 說真的 你要做法 什麼都好 你一定是有少少少個人魅力 有野心 有行動力 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他通過這個運動 將這群人 三三五樂的強人 全部都是奴化 變得完全 絕對徹底 聽話 不敢亂說話 這就是整個運動的目標 和他所謂的成功所在 這次現在 骨骨療毒 某個城市需要 我現在剛開始 還未進入 我們說回歷史 所以當時的整風 你發覺 人們整風完之後 他要感謝黨 他不會覺得 你這樣搞我 真的不對 反過來 全部被人批鬥完 搞了一輪 玩了一輪 是要感謝的 我們在白區 只是被人來搞 他們在紅區裡面 就是心靈洗滴 獲得了新生 黨性又進一次 得到提升 正如我 recall 剛剛那篇文 他說實現全黨思想 和行動的統一 具有極大的 重大的 深遠的意義 用到三個的 都不簡單 證明這個 今時今日來講 還是很有正面的意義 嚴安整風 整個整風 另外一個關鍵的方法 就是 由文藝戰線開始玩氣 中共也是強項 每次都找些很遙遠 很抽離九不八八的文學 和文藝的問題 做突破點 而是 反右和文革 其實全部都是 文革就是最初的 海瑞罷官 有一篇大事部提起 而延安整風 就是 黃實味事件 開始發酵 這一類的手法 我們又是否今天事成相識 也是大明大放的朋友 先引蛇出動 所以最近奉勸一句 大家如果看到 有某些諮詢文件 記得支持 如果寫反對 就很糟糕 這是羊謀 引蛇出動 這個言者無罪 這些事情 是中共黨史不斷出現的 通常是最高領導 保證你 不要緊的 我們都是很想聽意見 有什麼就說 不用擔心 這些說話是熟了熟面的 因為文革出現過 反右出現過 反右出現過 反右更加明顯 廣告明是大明大放 後來就說 引蛇出動 其實延安整風也是 賢者無罪 大家隨便說 開始就說 文藝是孤吵無味 為共產黨服務 當這個批評一出來 激起千層浪 大家都開始批評 中共在延安地區各種不事的時候 當你影響到所謂黨的威信 黨自然要做事 黨永遠是光明 偉大正確的